大家好,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于英特尔软件先进技术事业群 系统软件部 语音软件解决团队的工程师任杰 我或者同事看路 也是我们团队的架构师 一起为大家带来一个技术分享 技术分享的题目是 开普勒在特定的硬件平台上是正确的吗 这是我们今天的议程 首先是介绍一下开普勒的基本概念 大家首先看到了这个开普勒这个名词 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大多数人比较熟悉的是 天文学的开普勒定律 事实上社区也是在 定了这个全称的名称以后 发现有这么一个谐音杆 并且设计了这样一个logo 那么开普勒的全称在英文上全称是 Kubernetes Efficient Power Level Exporter 所以这里又有几个关键字 一个是它是基于Kubernetes 是针对云原生的应用的 然后它针对的是Power Level的Metrics 进行一个Exporter 一个数据指标的导出 这个项目是社区是从2022年起步的 然后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面 吸引了大量的开发者涌入 并且得到了Red Hat IBM 以及Intel等公司的大力支持 这个项目在今年的6月份 已经正式登陆了CNCF 成为一个沙箱项目 它的一个核心思想是 利用了EPPF的技术 针对Container Level的 这个Resource Usage进行计算 并且进一步推理出 在Container Level的一个能耗的情况 它针对Power相关的Metrics 进行了收集和导出 并且针对一些云原生的应用程序 定义了一系列的功率模型 用来进行功率的测算以及推理 那么这里有一个基本概念 就是我们大家在物理学上都学过的 Power等于Energy除以Time 那么Power就是我们所说的功率或者功耗 Energy是我们所说的能量能耗 那么从单位上说就是一瓦特等于一交二每秒 这张图是整个开普勒社区的 相关的生态里面的模块和系统的一个框图 我们可以看到绿色背景部分 就是开普勒本身 它作为一个exporter 它所包含的各个软件模块的一个情况 下面的红框部分 就是我们针对的特定的硬件平台 或者是虚拟机平台 进行的一个能耗的统计和测算 这个红框部分 就是开普勒这个项目 它的核心value所在 我们知道在一个硬件平台上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拿到相关的能耗数据 比如说是裸金属平台的话 它们有这样一些测量电量的一些手段 可以让我们能得到一些平台上的原始的耗能数据 对于虚拟机平台来说 虽然我们虚拟机里面的相关的一些文件系统 或者一些电表的数据的话 没有办法透传 但是我们也可以引入一些 机器学习的方法来进行相应的训练以及推理 但是问题就在于 这些硬件平台上的能耗 在被收集之后 被开普勒内部有个叫做 Node Energy Consumption Collector的 这样一个模块收集到以后 我们仍然只能知道在工作节点上的能耗的情况 但是在云原生的场景下 我们基于Kubernetes部署应用程序的时候 在系统当中是在工作和进行交互的是一个一个的container或者pod 那么这些container和pod的能耗之后和获取呢 这个就是开普勒这个项目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那么它引入的是一个 基于比率的这样一个方法的一个功率模型 这个比率指的就是 这个pod或者这个container 在系统中消耗资源的这个使用率 去除以这个整个系统节点 它所消耗的资源的这个数量 怎么得出了这样一个比率 这样一个ratio 作为推理 推论这个pod或者container耗能的这样一个依据 这就是开普勒的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理论依据 那么这些到底用哪些资源来判断 这个资源使用率来作为这个比率的这个决定因素呢 那么它就引用了EPPF的技术 在内核中相应的观测点来观测 跟这个container或者跟这个process相关的一些硬件指标 根据这些硬件指标来类比于这个资源的使用情况 那么这些指标包括一些performance counter里面 性能技术器当中的一些技术指标 也包括CPU使用的时间 也包括在网络层面的一些软件IRQ的一些收发的一些技术等等 此外我们可以通过Cgroup当中 可以提取到process ID 以及container ID之间的一个对应关系 我们在内核观测点当中实际上是选择了这个 叫task switch的这样一个hook点 在这个点上实际上是可以判断出 当前我在观测的是哪一个process的相关技术 那么就可以得到这个process ID 和这些指标的一个对应关系 然后再根据Cgroup当中 可以得到process ID container ID的对应关系进行反查 最终定位到这些指标属于哪一个container 那么进而可以进行容器级别的一个推算 这就是整个开普勒的一个理论基础 这是开普勒社区目前的知识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社区其实是很用心地在做事情 他们在针对不仅针对了这个可知计算 也针对了机密计算进行了相应的规划 努力地实现覆盖各种应用场景 包括高颗易购的硬件平台 包括容器的部署方式以及虚拟机的部署方式等等 这里绿色的部分是已经实现了功能 然后蓝色的是社区正在开发的 红色的是在规划中的backlog中的一些item 这里就是介绍了一下 我们要开普勒能够从特定的硬件平台上 能采集到哪些能耗数据的源头 那么分门别类可以基于ECPU的带内的数据 以及平台的一些带外数据 包括易购平台上正一对GPU的一些能耗 另外开普勒中重点定义了这样几个概念 一个是 一个是绝对功耗 第二个是动态功耗以及待机功耗 绝对功耗指的就是我们从这个metric松手 获取到原始数据并且计算出来的这个功耗 就是绝对功耗 这是一个绝对值 但这个绝对功耗实际上并不能真实地反映 一个工作负载或者一个container 它的耗能情况 因为这里面包含了idle power 所谓idle power指的是 当这个工作负载运行在这个系统上的时候 无论这个工作负载是否在真正的工作 还是它在进行大量密集的计算 这个恒定不变的一个功耗情况 这个称之为idle power 而dynamic power才是真正能够反映出 这个工作负载或者这个应用程序 对资源的一个消耗情况 所以我们在开普勒的模型里面 我们重点关注的是dynamic power 这个是对容器的真正的耗能产生决定性 影响和有意义的一个参数 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两个方法 一个是基于比例的方法 其实这两个方法并不是并列的关系 准确地说regression的方法 也就是我们通常在机器学习中 通常我们在机器学习中 经常采用了一种回归测试的方法的话 更多的是用来解决在虚拟机 等等这样一些环境下面 我们无法获取原始 可能耗数据的场景下 我们用机器学习的方法来弥补 而不管我们是从裸金属平台上 获取原始的数据 还是通过机器学习的方法来推测数据 最终这个数据都是基于节点级别的 整体系统的一个耗能 而我们要把它推幻出基于容器的 或者基于炮的级别的耗能的话 还是要用到这个ratio方法 所以它们并不是一个并列的关系 而是一个递进的关系 我们相信能够通过物理方法 获取到的测量到的数据 一定是最准确的 所以我们在优先考虑就是测量数据 而对于机器学习的数据的话 我们认为它是可能会有一定偶然性 或者一定准确性的考量的 这是那个训练模型的一个流程图 我这里就因为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关系 并不是特别大 所以我这里只是一笔带过 感兴趣的同学的话 可以参考下面的社区的两篇论文 其中一篇已经在今年7月份的 那个IEEE的这个大会上已经发表了 而另一篇的话也即将再出现在 CNCF的技术博客上 好 我们前面主要介绍了 关于整个开谱的一个工作机理 和一个实现原理的部分 接下来可能 朋友们可能都会关注一个关注点 就是说 讲了这么多它的一些基本原理 那么到底开谱的最后 最终爆出来的数据 是不是准确的呢 或者这个开谱的在某个平台上 会不会有差异呢 这些为了解决这样一些concent 为了解决这样一些concent 我们肯定需要引入一些 标准化的测试方法 来验证我们的一些这些问题 来解答我们这样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设计了这样一套 针对平台的一个测试的框架 验证框架 以及在不同视角下 对这个框架进行相应的扩展 这是我们这个框架的一个 基本的工作原理和方法论 首先它一定是基于 自动化的一样一个流程 我们充分利用了 GitHub Action的机制 在Self Hosted Runner上 运行我们的这个工作流 然后我们尽可能地遵循 社区 整个社区的这个测试框架的 这个实现方案 那么开谱的社区 它本身的代码 大部分是基于GoLong的 所以它选择的是 进口这样一个测试框架 因此对于我们的 Platform Validation来说 这个框架也是 也是Follow这样一个测试框架的 那么它实际上提供了 领域特定的一个语言模型 然后也能够生成定制化的 可实性比较好的一个 格式的一个测试报告 另外我们也要引入一个 独立的用于测量功耗的 和计算功耗的这样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的目的是作为一个 我们测试用力当中的一个比较基准 因为我们可以从开谱勒得到一个 得到一个结果 那么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结果的准确性 或者是正确性呢 我们就需要有一个独立的工具 来提供一个对比的基准 它会独立于开谱勒而去采集 同样的采集一套数据 然后采用的是采样和平均的 这样一个计算方法 然后把它作为一个对比的依据 而对比的目标呢 就是在这个目标应用程序的 部署前后分别采集一次 整个节点的一个功耗数据 那么这个差值 我们可以近似地认为 就是这个应用程序的部署 所带来的能耗的变化 那么我们测试用力上的话 主要是关注两方面 一方面是正确性 一方面是正确性 这是那个我们在之前 在我们的这个实际环境上 跑的工作流的一个情况 因为我们在整个 就开谱勒社区 它基于的这个测试框架 也是自动化测试的话 它是在一个单节点的集体集群上进行的 就是我们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Kind这样一个单节点集 它是一个在Docker中运行的 K8S单节点集群 因此我们相应的一些image的话 都要在测试的时候 实时地load到这个Kind的这个 导客容器当中去 因此我们的工作理由 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一些测试工件 测试artifact的一个构建 第二个阶段才是真正的 这个测试用力的执行 那我们这里字体比较小 我简单就描述一下 就是它的测试的这个 基本的这个执行步骤 大概就是在 这个首先是在这个 我们的这个目标机器上 部署一个Kind的集群 然后在将这个Kind的集群上 把开普勒这个应用程序 部署上去 最后在开普勒这个程序上 再观测其他应用程序的 一个耗能情况 那么我们在部署 这个Kind的集群 以及在部署Kind的前后 都用了刚才说到的 那个Dalletator这个工具 进行独立的采集 那么就可以得到 相应的一个差值来做观察 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设想 自动化测试用力的设计的 设计的 Case设计的一个考虑主要 是从两个点上去采集数据 一个是在开普勒上报数据的 这个这一侧 就是一个Spot原始 暴露出来的Matrix 以及在普洛米秀斯当中 经过汇总之后 通过计算 通过这个时序数据的 一个汇总和整合之后 可以得到了一些 通过Prom QL的查询语言 可以查询到的相应的一些 有意义的一些参数和指标 那么考察的角度 就是正确性和准确性 当然自动化测试用力 也有它的局限性 最主要的局限性就在于 我们从能拿到的数据 是节点级别 或者是CPU Package级别 所以它是一个 整体的那个功耗 或者能耗 那么我们怎么去衡量 容器级别的准确性呢 这里面就在测试用力 实际上就不可避免地 会带来一个假设 就刚才我前面提到的 它要用一个差值来做对比 那么这个假设这个差值 是我们所观测的 这个目标应用程序 它部署所带来的耗能 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 前提假设了 在我部署这个应用程序 的过程当中 不应该有额外的干扰 否则这个假设的前提 就不成立了 但事实上我们的应用 我们的测试环境 可能是比较复杂的 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干扰 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是一个 多租户的环境 比如说在这个环境上 会除了container之外 除了K8S之外 可能还会运行一些VM 那么这个VM里面 它的应用程序的 这个启动和执行 会带来很多的不确定性 所以这是这个 自动化测试用力的 一些局限性 我们从实测情况来看的话 在数据的正确性方面 基本是OK的 而在节点级别的 准确性上 也是比较好的 我们这里有一个图 可能字体比较小 大家看不清楚 大家可以线下的时候 从我们在 我们路过PPT 都在 顾比康的网站上 都已经上传了 大家可以在线下 查看具体的数据情况 我自己简单讲一下 就是 这两列是 节点级别的一个 比较偏差值的情况 这个偏差值是 用的是 普罗米修斯当中 统计出来的 开普勒报的数据的计算值 以及我们的 独立测试工具的差值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差别是非常小的 基本可以是一个 个位数 或者是小数点 后面这样一个偏差值 是符合预期的 但是在容器级别的比较上 我们选取了一个 在这个case里面 我们选取的是 观测开普勒本身 部署所带来的能耗变化 所以 对比的对象是 在开普勒部署前后 这个validator工具 所采集到的这个差值 以及 在普勒米修斯当中 查询到的 开普勒这个pod 所对应的这个能耗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差别巨大物理 实际上这个测试方法 我在这里列出 这个表格的目的 其实是想告诉大家 我们在测试用力的时候 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实际这个测试用力 是一个invalid的用力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们在 部署开普勒的前后 分别采集数据 这个所拿到的 这个能耗数据 包含了开普勒 这个应用程序 在启动过程中 在它ready之前 所有的能耗情况 而 普勒米修斯当中 能够计算出来 或者能够查询出来 能耗是 开普勒在正常工作之后 它上报的数据 所以前者 一定是比后者 要大一些 所以这样的测试用力 用这样的测试 观测方法来 做对比的话 其实这个测试用力 是一个invalid的测试用力 那么我们怎么改进 这个问题呢 我们应该在 开普勒正常运行 稳定运行之后 去观测 一个新的应用程序 工作负载的部署 来观测 它的这个耗能的情况 这个会比前面 那个测试用力 更加的准确 那么我们这里就选取了 这个比较常见的 一个工作负载 叫redis 那么我们现在观测一下 它的部署情况 当然我们为了 能够让这个测试用力 尽可能在一个 下面也提起来到 很多的局限性 所以我们在一个 尽可能干净的环境下运行 我们可以看到 单节点的redis 部署前后的 一个对比情况 还是比较理想的 我们进一步做了测试 就是考察这个redis集群 从单节点扩充到 双节点的一个变化情况 这是一个在普罗米修斯当中 采集到的这个曲线的情况 这个颜色不是很突出 一个绿色和蓝色 绿色是个原始的这个pod 而蓝色是新扩容出来的这个pod 那么我们这里也用了 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大概目测了一下 它的平均的这个位置 大概在这个位置的地方 有一个值 然后和我们这个工具 采集出来的值 进行对比 得到了一个大致的情况 还是比较理想的 从定性的角度来说 还是比较理想的 进一步扩容 从两个replica扩容到三个 相关的数据在这里可以展示 所以在对于redis 这样一个简单的应用程序 我们考察了它的部署 以及它的这个扩容条件下的 一个能耗的变化情况 以及和我们的比较基准 进行对比 可以看出 在一些相对比较理想的测试环境下 开普勒的数据 在准确性上 还是可以信赖的 当然 因为由于自动化测试 存在很多的局限性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更多的 引入一些人工测试 来弥补这个测试用力上的一些缺陷 那么人工测试用力的话 我们好处在有这样几点 一个是我们可以去观察 一个真实的 相对比较复杂的 工作负载它的一个耗能情况 另外我们可以充分地利用 云原生领域 一些很成熟的可观测性 以及数据可视化的工具 来通过人的肉眼观察的方式 能够很直观地 找出相应的规律 和比较他们之间的差异 这样一种方式 我们相对比较容易地 设计我们的测试用力 并且这些测试用力 在稳定了以后 我们还可以进行 持续地自动化 相当于我们的方法论 就是我们先用人工测试的方式 将一些测试用力稳定下来 然后我们持续地把它自动化 这样能够使测试用力 更加地丰富 也能够更真实地反映 开普通的准确性 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表现 我们在实际的测试过程 工作工作当中 我们选择了 我们英特尔最近刚开源的 一个工作负载 就是云原生的AI推理流血线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的 开源的这个GitHub的地址 感兴趣同学线下 可以关注一下这个项目 那么这个项目主要是 主要是在云原生的环境下 部署这个AI推理的一些工作负载 以流水线形式来进行 AI模型推理 并且可以进行多路的推理 每一路采用不同的技术 不同的加速技术 来观测它们之间的差异 所以这张图呢 实际上是一个四公格 我们展示的是 从四个角度来展示 这个AI推理的一些情况 左上角这是一个 Single Page Application 就是单网页的应用程序 那么它实际上是比较了 五路输入的视频 这五路输入的视频 其实原始的视频流 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采用了 不同的加速技术 对它进行这个硬件 AI推理的加速 我们去比较它的变化情况 这个图里面可能 现在看起来效果 并不是特别明显 但是如果我们会看到 左下角这张图的话 就是它是从另外一个视角 来看这个推理的效果 选取的指标是 推理的这个FPS 也就是每秒推理的帧数 来进行对比 这个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采用不同的加速技术以后 最后最终的这个FPS的效果 差异是很大的 其中应用了 英特尔志强第四代 可扩展处理器当中 自带的这个AMX 也就是高级矩阵扩展 这样一种加速技术的 这个这一路推理 它的FPS的效果是最好的 它只是最高的 右上角这个图就是 开普勒社区默认的 自带的这个 Grafana Dashboard的一个示意图 那么在这个图里 我们可以直观地去观察 这五路推理的 所对应的这个容器 它们的耗能情况 做一个对比 那么这个对比的话 可能如果我们进一步 在右下角这个Dashboard里面 设计了这样一个Dashboard 进一步去体现它们的差异 那我们用了一些数学的方法 也就是说我们选取的这个 选取的这个 观测的这个目标 就是说是一个Energy Efficiency 它的计算公式实际上是 把这个推理所产生的能耗 去除以这个FPS 那么除出来的结果 它的单位就是 能量和美帧的关系 那么这个单位就是 Jail Per Frame 从这个里面可以看出 采用了不同的加速器以后 我们的这个能源的 能耗的这个效率 是有很大的变化的 很大的差异的 跟这个图 出来的结果结论类似 就是说采用了AMX加速技术之后 可以获得更好的能源使用效率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前面我们提到的 很多客户也好 很多社区的使用者也好 他们提出了一些肯识 就是开谱的到底准确吗 在特定音点平台 到底准确吗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在节点级别 在工作节点级别 开谱是准确的 而在容器级别 目前还没有一个非常有效 非常有说服力的方法 来证明它的有效性 但是我们前面基于 我们介绍了很多 关于方法论和一些 工作基礼的一些描述 大家也可以看到 开谱的社区 实际上是尝试用一种 科学的方法来进行分析 尽管这个方法 可能目前还不够完美 但是我们可以在 现在流行的机器学习 以及深度学习技术的辅助下 不断地去完善这些数据 并且不断地去改进这些数据 最终使得开谱的能够相对真实地反映 工作复杂的耗能情况 另外我们通过上面这一页的对比 我们看到开谱的另外一个 比较好的用处在于 它可以在同一个时间 横向地对比 同时运行的不同工作负载之间的耗能情况 在容器级别对比 因为是在同一个时间点 所以前面说到的一些局限性 一些相关的干扰因素 对不同的工作负载容器来说 都是公平的 那么他们的耗能 相对比较值 是值得信赖的 那么未来的一些工作的话 我想我们应该 引入更多的工作负载进行观测 当然光靠我们社区几个小伙伴的 一个力量还是不够的 也希望更多的小伙伴 能够加入到我们的社区 能够贡献更多的一些工作负载 不同场景下的工作负载 来观测开谱的这个能耗 暴露能耗的这样的表现性 另外我们也要将平台尽可能地 从传统的裸金属平台 扩展到基于VM的平台 这对于我们的一些云服务 提供上来是特别有意义 因为云服务提供上 很多是通过虚拟机的方式 提供服务给客户的 那么在这些虚拟机上的 一些能耗的情况会很有价值 最后还有一块就是 我们现在目前的 这个测试的这个场景 更多的还是基于平台的 测试某一个平台的 这个准确性和正确性 那么将来更多的 引入一些机器学习的模型训练 以及模型推理之后的话 我们可能要进一步 把我们的这个测试的这个视角 扩展到模型的验证上 就是怎么去评价 一个模型的这个 推理结果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这都是未来的一些工作 也是社区的一些工作的方向 好 今天的分享大概就到这里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包括我前面提到的一些 包括开普罗社区的一些 基本的一些概念和情况 欢迎大家提问 谢谢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 社区说是模型评估 就是说以后会就是 可能会训练自己的 对于能量测量的 一个评估的模型 是吧 然后把它 它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攻击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前面有一个跳过的地方 实际上现在目前的话 就是说社区针对 不同的生育场景 有不同的解决方案 我们刚才也提到 特别是针对虚拟机器场景的话 我们因为无法准确地获得 节点上的一些物理的 电表的一些数据 原始数据 那么我们实际上是 采用的是这种 机器学习的方式来进行学习 那么在开普罗社区里面 是除了开普罗这个 exporter这个项目之外 它还提供了 开普罗model server这个项目 它和开普罗的关系 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我们通过开普罗 暴露原始的数据 或者是一些推理的数据 给普罗米修斯之后 这些数据本身可以被 开普罗model server抓取 那么在这个model server上 它可以serving不同的model 然后可以进行直接推理 也可以进行一些online的训练 或者可以一些offline的训练 最后将训练结果 输入到它的这个modelDB里面 那么这些modelDB里面 这些model都可以 可能是针对不同的 硬件平台的 那么可以分门别类的管理 然后我们在同一类型的 硬件平台上的这些model 我们可以进行横向的对比 来判断这个模型 推理的结果的准确性 这个推理的这个依据 这个判断的依据 主要是我们人工智能 通常用到的这个平均方差 偏差这样一个指标 就是mse mean squared error 以这个指标来评价 这个模型的这个推理结果的 这个表现 看哪个模型的这个推理结果 更加有效 或者针对这种平台 这种场景来更加有效 所以这里面的这个模型的管理 一定是分门别类的 可以说是不仅是platform specific 而且甚至是可能是跟针对场景 都是有一些特定的 那么对于用户来说 他们在这个model server里面 查找到相关的模型 然后针对这个模型当中的描述 他每一个模型 他可能有一系列的描述的一些文件 来找到他 跟针对他的工作场景 应用场景所匹配的那种模型 来进行推理 来更好地满足他的这个使用需求 那么model server本身 他也应该提供一套 就是分类机制 或者一套benchmark机制 这样代替用户去人工做选择 他可以在用户的目标机器上 目标集群上 先进行一些benchmark的采集 从而定位和确认 这一类用户的应用场景 适用于哪一类模型 那么他推荐相应的模型 给用户使用 然后在流水线当中 来进行实际的那个模型 的推理的运算 来做判断 大概是这样一个逻辑 好 谢谢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目前机密计算其实挺流行的嘛 然后我就想问一下 就是开普勒社区对于 机密计算的这种能耗的一个 有没有什么一个方向或者是计划 就是怎么去来去测量 在一个机密的环境下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以及它的准确性会是什么样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我回答你这个问题的话 就是现在从目前开普勒社区的现状来说 它目前这个机密计算相关 在一个可信执行环境下的 这个能耗的这个采集和测量 还是一个规划中的功能 这里面难点就在于 我们这个可信执行环境下的 这个原始的数据很难采集 可以说甚至在不同的这个实现 T的实现方案上 可能有的实现方案就是 从原理上就是采集不到这个原始数据 那么怎么把机器学习的方式 和这个机密计算的环境下结合起来 这个是现在目前社区正在 规划中的一些调研项目 社区也成立了一些讨论组 在讨论这些问题 所以每一个对这方面感兴趣小伙伴 我们都欢迎他加入进来 加入我们的讨论 加入这个开普罗的这个research项目 我们一起共同努力 能够找出一些方法论 或者一些可信的方法 来我推进这方面的工作 我再补充总结一句吧 就是说现在为什么我们这个项目 它是怎么应运而生的 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 我们在一个目前的这个 特别是现在AI和大语言模型 逐渐盛行的这样一个时代 我们在这个AI推理和AI训练的过程中 会产生大量的耗能 这个耗能实际上是对于我们这个节能减排 包括我们这个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 这方面是带来的挑战是巨大的 因此除了一些传统的硬件方式的 这些节能减排的这个solution 比如像夜冷啊等等这些方式之外 如果我们能在软件层面 特别在云原生的这样的应用场景下 能够探索出一些软件的检测 能耗的这样一些方式 并且进一步地用于更上游的一些 节能的措施 比如说通过调度的方式 智能调度的方式 比如说通过灵活伸缩的方式来 进一步达到 最终达到节能的效果 那么软件和硬件的这个结合 最终我们能够实现一个比较好的愿景 这也是这个开普罗社区的一个 一个很大的愿景 所以我们也希望有志之士 或者志同道合的小同伴 可以跟我们一起共同努力 把这个工具做得逐渐更加的完善 能够满足更多的应用场景 能够更好的服务全人类吧 好 谢谢大家 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欢迎和我们交流 我们给出了这个社区的这个地址 大家可以去访问一下 对 包括这次 这次那个CoopyCon期间 我们社区在这个 在信息亭也有展示 如果还没有到到场的小伙伴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这里面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这个二维码 里面有很多关于开普罗社区的一些 介绍的情况 包括开普罗的一些基本原理等等 以及在一些B站上 我们是录好的一些教学视频 也欢迎大家去访问 好 谢谢 谢谢大家